众主目即将登场 四十个女人齐聚一堂 十二月十日起 每晚八点钟 中天综合台 沈春华我们秀 秀出我们的创意生活 今天是一月八号星期天 选前最后的黄金周 我们中天新闻间 带您观察的是 钟摆效应 也就是选民为了制衡 赢者全拿的局面 在下一次的选举当中 摇摆到另一个阵营 那么以最次六次的选举来看 蓝绿气势交错 选民心中的钟摆 到底摇向哪里呢 我们的分析报道 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将军 来领导这场战役呢 答案就在过去 这一千三百个日子里 过去的四年 你过得好不好 过去的四年 台湾并没有向前行 决战2012 蓝绿候选员 企图说服选民 挑动对于变与不变 心理上的蠢蠢欲动 中摆效应通常是说 同一级的选举了 一般选民会想要制衡嘛 政治学校中摆效应 是选民避免赢者全拿 这个因素牵动蓝绿交互 半块未宜 204年进报319枪击案 陈雪平与吕秀莲 以领先辅到3万票 百分之五十点一一 险胜连站宋楚瑜的 百分之四十九点八九 陈雪平创下民进党总统大选中 得票新高 表达我们的感谢 不过隔年三合一选举 民进党却栽跟斗 国民党得票率过半 拿下十四席县市长 改写二十多年 地方政治版图 执政绿军惨败 只拿到百分之四十一点九五 是近十二年县市长选举以来 得票率与席次最差的一次 零一百向国民党后 蓝军气势大好 2008年立委选举 拿下八十一席 得票率达百分之五十三点四七 国会席次超过四分之三 民进党只拿到二十七席 同年马英九选总统 狂扫七百万票 比民进党多拿进百分之十七选票 二度政党转替 向我们的支持者表达歉意 可是国民党完全执政后 却在隔年 2009年县市长选举 全国得票率被民进党追的 逼近到插去不到三个百分点 蓝军支持度呈现下滑趋势 绿军爬升速度晶圆 此消彼壮 2010年五都市长选举 国民党虽然习次三比二 不过整体得票率 却输民进党五个百分点 有一些失望 包括支持他的人 以及中间选民 都摆荡到另外一个阵营 当然就造成这个蔡英文的选举 会比上一次 谢长廷对这马英九的时候 比较有利的多 最近六次选举蓝绿声势交错 整体政治气氛引导选民动向 这次大选中白 是绿营延续五都得票优势 还是蓝军打赢执政保卫战 中白摆向哪 未定之天 至少提醒政治人物 稍有松懈 随时鸣心相悲 此一人 再次了 Frye